律元赴議案表決大戰上演 場外青鳥也與藍營尬場 有連現場折青鳥 也有民眾直接把青鳥 帶在頭上裝飾 纏搭捍衛民主之意 過程中卻殺出陳咬金 國會要改革 兩岸要和平 請大家來幫我們連署 海潮智庫上班人王毅雄 在現場發起兩岸和平公投連署 遭支持者嗆聲 有次好 但是 戰爭要和平公投 跟習近平對話 儘管有零星衝突 還好沒有擴大 有民眾遠從花蓮來 直接把矛頭對準傅崑崎 同時讓全國的觀眾 如果有機會可以讓全國知道 其實花蓮人真的 也很想罷掉傅崑崎 其實應該要出來施壓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其實都有在觀察 他們質詢或者是立法的表現 政府實在是太糟糕了 所以就是要站出來 立法院要改革 國會要有監督權 青鳥高寒罷免 藍營支持改革 兩面陣營的流程也大不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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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 包括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在內 略應真正物只是道場置意 反觀藍營立委和議員 輪流上台宣教 我們一起來查幣 一起來抓貪官 讓民進黨無所對心 我們很遺憾看到國民黨 刻意在動員他們的群眾 包括也有他們立委的名字 每個人包了多少的車輛來 來到立法院 來跟青鳥的群眾們來對抗 今天如果發生任何的衝突的話 我想國民黨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青鳥與藍營全體平常要爭取最多民意支持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